Connor最新报告指出 2021年全球半导体营收总计达到5950亿美元 比2020年增长了26.3% 在全球半导体企业市占率排名中 三星重新超越英特尔位列第一 联想集团的母公司 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近期遭到监管机构的整肃 联想控股证实 已经收到北京监管措施决定书 当局罗列了联想控股存在的五大问题 包括报告披露不及时 在联想控股被择成整改前 柳传志领头创办的联想集团的上市计划也曾预阻 国际货币基金总裁乔治艾娃周四表示 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战争 推高食品和能源价格 给本来就已经脆弱的经济体带来压力 路透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 将在下周春季会议公布新预测 乔治艾娃预计将下调占全球经济产值 86%的143个经济体成长 市场预料俄罗斯原油出口受阻 周四美国原油期货续扬2.6% 据了解欧盟阵逐步朝着实施 俄罗斯石油禁令的方向前进 请讨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